天赐的声音3月26日不播了 4月1号下周五万思殿别忘了 天赐三官宣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原定于本周六晚8点半播出的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延期了 根据天赐的声音官方消息 原定播出时间3月26号8点半改期播出时间 4月1号10点停播一期 当然停播的原因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周深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从来不含糊 喜欢周深的粉丝们下周五见了 下面继续聊一聊天赐的声音 周深算你狠播放数据 天赐的声音成为浙江卫视前三播放器超过200万播放量 周深第二期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选歌曲算你狠 起初看歌明就觉得这歌和周深不搭 没想到在节目播放后 这首歌曲的数据一下成为了播放顶流 在节目播放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这首歌曲会有多少个人喜欢听 且这首歌曲并没有获得当期的推荐金曲 但是周深就是这么有魅力 节目结束之后 在磨播放器上的播放数据 加在一起已然超越了200万的播放量 如果不是周深选择这首算你狠 那其他歌手是不会能唱出来这种腔调的 所以这样的播放数据大概可以称为是周深效应 就是唱一首红一首 之前的达拉崩巴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周深可能不会有人听虚拟歌手的歌曲 而周深在舞台上的演绎 让这首歌曲大红 也让很多人认为达拉崩巴就是周深唱的 这是播放器上的周深算你狠的数据 周深这首歌曲还成为了浙江卫视单曲节目的播放量第二名 点在数上周深的算你狠是第三名 前面两名都是2021到2022年跨年演唱会上的歌曲 只有周深凭借一己之力 把一个音宗节目上的翻唱歌曲唱红了 播放量高达2.2亿 成为浙江卫视单曲播放第二 就这样的数据一般歌手很难实现 天赐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不那么红的音宗 因为每一期太独立了 所以让节目缺乏连贯性 就让很多观众不会每一期都看 有自己喜欢的idol就看 没有就不看 第一季凭丁泰生制造矛盾 努力上话题热搜创造点击量 可是丁泰生也不能每一期都怼人 第二季没有任何的存在感 制造了梦美奇点评周传雄的大矛盾 让节目多了一把关注度 就又消失在观众视野里 第三季节目组聪明的多配了一位音乐合伙人 还请来了周深 大家都知道 常驻音乐合伙人的人选 才是节目收视的关键 周深这一次的选择很成功 第三季的天字的声音 收视率一定是超越了前面两季的 这个等节目结束之后 可以出数据对比 这一次的周深 算你很这首歌曲 还带火了原唱算你很 所以周深选择拿首歌曲翻唱 拿首歌曲必然会又红一把 所谓歌手效应 大概周深成为了典范 很难想象到一个个子小小的男孩子 可以把音乐创造出这么多可能 也很难想象到这个男孩子最终红了 他叫周深 第三期周深和盖合作的歌曲 玫瑰少年来了 我们一起期待成为推荐金曲 我也很喜欢大家 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 我最深的是我 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次参加的好声乐 当我上台听到第一句话 是一个人说 啊 长这么样的 他不唱歌吗 你必没有 不过了 没完整的事 大家现在听力了吗 我还能继续唱歌吗 你已经很孤单了 你已经很辛苦了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遇到这样的痛苦 来 看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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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二三 本场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是 出身 你的声音真的是我 从事音乐这么多年 少见的一名声音 是跨越年龄 跨越性别 你有太多的可能性来 我认为在中学后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羊套的情况是幸运的幸运 是闪耀的小星星 因为我陪你安静